在戰場上面不管你的設備有多新 不管你的人員訓練有多精良 你要遇到什麼樣的敵人 這當然就要碰到的是什麼 碰到的是運氣啦 在戰場上面你的運氣有時候很好 你甚至可以躲掉敵人的魚雷 躲掉敵人的深水炸彈 但是呢 戰場上面如果你運氣不好的話 結果就會像這艘潛艇一般啦 他運氣真的不好 艦長奧坑運氣也很不好 這艘潛艇叫做 USS Tom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隸屬太平洋艦隊的潛艇部隊 在1943年的時候呢 他們經過三個月的訓練之後的開始服役 在1944年屢艦齊功啊立剛 因為當時呢 他在整個東海 就是太平洋大陸之間的這個東海區域呢 來 觀眾朋友 我這邊幫你做了一個地圖 當時呢 很多日本的商船 軍艦 運輸艦 在這個地方他們要通行 要來做運補 好 可是呢 唐格浩呢 他奉命束手的位置就在這邊 就是台灣海峽 北方海面 東海的位置了 他喔 扼住了台灣海峽的這個口 所有日本的商船 軍艦 還有運輸艦來 格殺勿論啦 結果呢 並並彈彈彈的 他就打燒了13艘 成果不錯 戰果豐碩 對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他後來奉命 必須要回基地去運補 但是 唐格浩的艦長奧克恩 我們常講 將在外 軍命有所不受 當時他的潛艇上 還有兩艘魚雷沒打完 所以呢 他當時就想 哎呀 來個槓上開花怎麼樣 最後兩枚 我也給他打出去 他當時看到了海上 有兩艘日本的商船 已經被他打傷了 但還沒有沉 所以他覺得來個一不做 二不休 第一 最後 剩兩枚魚雷嘛 剩兩枚嘛 我就打掉這枚 對 他就講Fair OK 咻 砰 馬上應聲擊沉 大家都覺得好棒喔 艦長你好棒喔 所以這艘商船就已經沉掉了 是 好 那艦長想說 好 不只槓上開花 還要錦上添花 最後的一個魚雷 這個時候又一艘商船 他也是快要搖搖欲墜了 來 射他 結果沒想到這個魚雷射出去之後 他突然開始轉向 他沒有射到那艘日本商船 什麼 他突然轉向了 轉了這樣將近180度 這時候唐哥號上面的這個 阿兵哥跟艦長報告 聲納手就聽到啵啵啵啵啵 他講不對啊 艦長不對啊 魚雷的聲納手返回來了 怎麼辦 隊上了潛艇了 然後就奧跟艦長就說 怎麼辦 轉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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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唐哥號就趕快跑 但是那個魚雷不偏不倚 很奇怪 就像命中注定 死神鎖上你一樣 轉轉轉 他跑跑跑 轉 就是這樣 不偏不倚 棒 當場打到唐哥號的尾部的部分 結果這時候你也知道 船一被打到開始進水 嗯嗯嗯 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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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這時候艦長奧坑 起船了 做了一個所有艦長最不想做的決定 abandon ship 起船 所有阿兵哥 所有的軍事官 全部跳海 你剛剛很諷刺耶 你剛剛前一枚魚雷 把日本人的上船給打沉 你最後一枚魚雷打殺了自己 結果當時日本商船 所有的日本人 都在救他們自己 調到海裡的日本人 發現 你們美軍怎麼回事啊 怎麼你們自己 對啊 自己誰殺你啦 搞不清楚 只看到很多的 美國的這個軍人在海上 載服載成 抓抓 把他們通通抓來 抓了幾個 就變戰俘了 抓了九個去當戰俘 那奧克恩還有其他的一些 幸運的侥幸逃生的那些人 後來馬上被 美國的偵察機給發現 把他們救了回去 救了回去之後 你知道嗎 奧克恩後來還得到了 美國總統頒發的勳章 為什麼 因為錯不在他 錯在誰呢 錯在誰 錯在他 他 他叫魚雷 怎麼可以怪到魚雷身上呢 我跟各位講 後來美國後來的軍事調查發現 原來是他的最後一枚魚雷 左葉片故障 卡死不會轉了 所以變成說 你自己也知道 魚雷的方向是由葉片來控制嘛 那因為他 左葉片故障的話 變成他只能一直這樣轉彎 一直轉彎 一直轉彎 結果就這樣繞了 不敢說繞了大半圈地球 繞了大半圈的東海 偏偏就回來打中了 來我們講的 USS town 就把唐格號給擊沉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 你哪個魚雷不打 偏偏打到了一個 有瑕疵的魚雷王 在戰場上面 真的有時候是命中注定啊 自己發射的魚雷 最後呢 把自己的潛水艇給擊沉了 可是呢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呢 羅斯福總統 他只有在美國本土嗎 沒有 羅斯福總統 有做著他們的主力戰艦 出海去耶 但是這招戰艦呢 其實在戰場上面 包含了 在當時在大西洋上面 羅斯福總統 也經歷到一個 生死一瞬間啊 沒有錯 我們先來 先來談一個很重要的會議 叫做德黑蘭會議 那這個德黑蘭會議呢 其實當時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蘇聯跟德軍啊 在這個東方戰線其實 呈現一個焦灼的狀態 因此當時呢 這個蘇聯的史達林 他就建議說 那英美的首相 就是英美的領導人一起過來 那英國呢 就是丘吉爾 那美國呢就是羅斯福 他說好 那我們大家一起來開個會 決定後來要怎麼做 所以當時呢 就有一個叫做德黑蘭的會議 可是羅斯福他人是在美國嘛 他要到德黑蘭去參加會議 他要怎麼去呢 中間就有一個轉圖點 叫做 就是在北非的這個 摩洛哥的卡薩普蘭嘎 那當時美國總統要離開美國 橫跨整個大西洋 去參加這個會議的時候 那他的這個幕僚就講說 那我們要怎麼去啊 安全第一啊 尤其又在戰爭的時候 那最簡單的方式是什麼 幕僚就跟他建議說 那我們來坐飛機 為什麼 因為制空拳當時是在盟軍的這一邊嘛 那可是羅斯福當時據傳說 羅斯福他很堅決說 我不要 我不要坐飛機 因為飛機出事就像356一樣 砰個被打下來了 所以他說 他要坐船 那坐船當然不能隨便坐 隨便找一艘船來坐嘛 所以當時他就選定了 在二次大戰那個時候最大的一艘 一艘戰艦叫做艾荷華艦 主力戰艦 對 他就選擇了這個主力戰艦說 好 那我要坐他去 那登上這條船之後 艾荷華號上面的這個官兵就知道說 羅斯福來到這裡 為什麼 因為他要用他的這個叫做羅斯福浴缸 船上還有浴缸 沒錯 其實我以前在海軍服役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海軍這個洗澡其實講 就是蓮蓬頭抽一抽 有水弄一弄就可以 可是他居然有一個浴缸 你看這個這個畫面上面 這個就是他的浴缸 而且這是真實在艾荷華戰艦上面的浴缸 那為什麼會特別為他設這個浴缸 因為其實羅斯福他因為小兒麻痹的關係 所以他造成他身體有局部的癱瘓 那醫生有建議說 你水療其實對你的身體來講是有好處的 可以增加血液循環 沒錯 所以當時他們就特別為他來設計的這個浴缸 在艾荷華戰艦上面 那官兵就知道說 原來他選定我們作為他的旗艦的這個 這個要登的這條船 就是因為這一個浴缸 那這個浴缸有多 有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跟各位講 因為現在艾荷華艦他已經出役了 所以他在2012年的5月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慢慢的開 他已經開到了那個美國洛杉磯港 那在這個地方呢 他就成為了一個海上的博物館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一艘船艦有幸的話 其實可以到那邊去看 看看艾荷華這艘戰艦 在當時上面還有一個小的浴缸 專門為羅斯福總統所設計的 但是羅斯福總統 坐著艾荷華號 到了大西洋去參加會議之後呢 當然這軍艦在海面上航行 總要有一些軍事演習 秀給總統看啊 所以呢在這大西洋上面 寬廣的洋面上面 進行了一個非常規模非常大的軍演 但是這個軍演呢 差一點點就危機到羅斯福總統的生命啊 我們來講一艘驅逐艦的故事 他叫做什麼 他叫威廉波特號 就是我們小朋友打棒球的那個威廉波特 成同地的地名命名的你知道 但是美國海軍叫他叫做 宇宙無敵倒霉艦 為什麼你知道 為什麼 因為他衰事連連 而且他最衰的時候 就是準備護衛羅斯福總統 要到Casablanca開會的時候 因為他不願意坐飛機嘛 坐船去對不對 好 坐船 1943年浩浩蕩蕩要出發了對不對 艾荷華號為旗艦 小羅斯福總統就坐在這船上對不對 好了大家浩浩蕩蕩要出港了對不對 那突然這個時候 波特號的艦長說 起苗 起苗 苗一丟 砰 打到了隔壁的船 搞什麼東西啊你啊 對啊 你這個艦長怎麼都沒經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怎麼一開始就出事了 所有艦長都咒罵這個波特號艦長 好 沒關係沒關係 好 那我們趕快把毛收起來對不對 你急壞了旁邊的船沒關係 他不出海的 好 這件事情解決了呢 然後就開始浩浩蕩蕩要出海了 對不對 要走了 還有兩艘航空母艦護航對不對 結果呢 出去沒有多久你知道嗎 突然船底下傳來一聲大爆炸的聲音 所有的艦隊的船的聲納都聽到了 幹什麼 有敵人的潛艇跑到諾福克的外海了 可能是德國潛艇也可能日本潛艇 趕快成扇型的這個什麼 扇型的護衛反潛隊型 反潛隊型就出來把艾和娃放在中央 一個扇型隊型就保護著戰艦 然後就波特號艦長說 不好意思啦 因為我們那個深水炸彈沒綁好 不小心又掉到 太誇張啦 你深水炸彈掉下去了 你才剛出海就搞兩次飛機啊 沒關係 好 船隊還是繼續跑對不對 但是因為他們在戰時都有一個規定 所有特潛隊一定要做的事情 就什麼 一出去就要做防空演習 所以為什麼這時候氣象氣球就會出來 是真的氣象氣球喔 你要真的打他喔 所以說所有艦隊包括驅逐艦 包括巡洋艦都對他打 但是有幾個漏網之魚 因為他剛不是被深水炸彈炸了一下嗎 對不對 雖然不礙事 可是因為修理一下 落後了2.5海裡 所以波特號最墊厚 這時候有幾顆票到後面去了 因為他們前面的船沒打到 波特號艦長 機會來了 我打打打打打 全部都打掉了 哎呀好棒喔 好棒喔 終於扳回一點面子 可是他的二運運還沒有完 做完防空演練要做 反潛演練 就是我剛剛講的嘛對不對 反潛演練對不對 這個時候 這個反潛演練不是射時代 是射虛的 就是一號魚雷發射 二號魚雷發射 三號魚雷 這個都是什麼 這個都是在紙上的 也就是說不是真的發射 結果三號魚雷 咻發射出去了 真的魚雷發射出去了 等一下 前兩枚沒發射 為什麼第三枚 我只是在做一個高私作業 居然魚雷就飛出去了呢 我現在先把答案告訴你 我怕你等很久 因為那個水兵忘記把 三號魚雷的藥包給清空 所以一二號魚雷都沒有真的發射 我魚雷改住了水 我魚雷啪一下 針出去了 所有的船都沒有真的發射 結果他老兄 波特號發射出去 這個時候 那問題就大了 魚雷不會長眼睛 魚雷不長眼睛 而且磁性魚雷一定找最大的 愛荷華當目標 好 這個時候完蛋了 距離六 差不多六公里 遠的距離之後 他往他的尾巴一直去的時候 那個時候 因為我跟你講 已經不行 本來是保持在無線電靜末裡面 對不對 這時候艦長說 我害了 我害了 我出大事了 所以說 打破了無電線靜末 就說 Lion Lion 又蠻舵 Lion就是愛荷華的代號 他是獅子 他是旗艦 又蠻舵的意思就是 雌性魚雷已經追上你屁股了 所以你要趕快打又蠻舵 迴避 驅逐艦一起跟著又蠻舵 就看到那麼大 五萬多噸的船在海上 整個船都快翻過去了 你知道嗎 因為緊急又蠻舵 但這枚魚雷你知道嗎 還是直直超超 因為他一定會尋找最大的目標 因為他是一個沒有目標的魚雷 他並沒有被設定 他只有一個慣性 就是尋找最大目標 好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又蠻舵 船都快翻過去了對不對 你知道那時候 羅斯福總統在哪裡嗎 在甲板上看風景 在甲板 所有秘情局 所有安全人員 所有海軍部長 海軍總司機 全部都來護衛 到時候羅斯福會 掉到海裡去 你知道嗎 那個都不是電影情節 是真的 後來羅斯福竟然說 不要不要不要 我第一次被魚雷追 我要看魚雷到底長什麼樣子 你說會不會把海軍部長給氣死了 你知道 結果千軍一髮之際 終於魚雷在愛荷華後面的3000馬左右 咻的飛過去了 這個時候還曾經有水兵拿槍出來 試圖要打魚雷 因為在大白天 那個魚雷的激訊非常的清楚 大家真的看到一枚魚雷 差點擊中愛荷華號 結果在3000馬之外 這一枚魚雷自行爆炸了 因為調查艦長本身的背景 並沒有問題 只是說他為了他自己想要做船 而不做飛機 造成了這件事情這麼嚴重 你知道為什麼 他看完了海軍部的報告 羅斯福總統很自責嗎 因為波特號上 包括艦長之內 只有四名軍官寒過海 這麼少 一百多名艦員跟水手 都是從鄉下來的農夫 根本連船都沒坐過 所以他們根本沒有接受過幾次戰鬥訓練 這也反映出 當時在美國二次大戰後期的時候 根本沒有什麼 沒有很好的訓練 那結果呢 這一艘船就是倒霉 世紀無敵倒霉的威廉波特號 最後他的下場是什麼呢 他的下場就是在太平洋戰區之中 遭到神風特攻隊的攻擊 雖然沒有被撞城 但是這邊還有一個更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艘飛機被打下來了 被威廉波特號打下來 在船旁邊掉到海裡面對不對 可是呢 大家都在慶幸說我們沒被打到 可是飛機沈下去之後 砰的在海裡發生爆炸 把威廉波特號炸成了 你說立剛 他是不是宇宙無敵倒霉艦 看來啊 威廉波特號真的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他算是一個非常倒霉的軍艦 最後呢 還是被日本的自殺式的攻擊呢 給摧毀掉這艘軍艦了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拜拜